传媒大眼倒读 对话上的趣味性,而都市具合更强调情感与生存的状态,充满中产阶级式的生存质量,以及人们对更多的侮辱着需求的迷惑。 作者,爱玉本特来源,传媒内参传媒大眼,如果有一天,相存爱情故事中的中流抵触流能和我的前半生里的八道总裁贺谈相遇,唱片一定很火爆,各位主角生活环境的不尽相同, 造成了国内电视剧的那些主角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目前读书的现代都市剧中,观众消费的往往不是情节与故事,而是情绪与生活体验,其中乡村剧更强调物质与人物之间的直接抽撞,充满小市民的趣味,同时兼顾不同地域的方言带来的对话上的趣味性, 而都市剧则更强调情感与生存的状态,充满中产阶级式的生存质量,以及人们对更多的物质需求的迷惑。 黄金时代下的职场剧,最近几年来,国内的职场剧,似乎进入了创作意义上的春天,各个类型,不同行业的职场剧层出不穷,不仅丰富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种类, 也让观众有机会了解各个行业的酸甜苦辣,纵观全球,行业剧的历史由来依旧,从美剧到日剧的LTVB剧,都不乏优秀的行业剧作品,而大陆行业剧近年来也是多点开花,比如新树绿郑佳人,离获律师,云上的日子等等。 2017年播出的大热剧集猎场,就是一部定型的行业剧,该剧以猎头职业为题材,讲述一个高级猎头在商界中纵横百合,在情感上命运多传的故事,旨在通过讲述高端职场的商业案件。 揭秘精灵们的人生选择和情感故事,提到恋场中涉及到的人力资源行业的种种纷争,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曾经活用音频的电视剧《杜拉拉声》之际,该剧间阶层分明,难以跨越的职场结构,互相采夺的人际关系,以及个人利益之上的职场生存法则, 还有职场练情的种种艰辛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国内首部真正意义上的职场剧。 剧中,杜拉拉作为女性白领的代表,在职场中苦苦打拼,成长并获成功,其中对职业女性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以及异常艰辛的职场奋斗时,尤其是女性白领们在事业,家庭两难的现实生存性欲, 引发了全社会对职业女性生存困境的再次思考。 作为电视荧幕中的高经纪人才的代表,锦东也为观众奉献过多部职业剧,其中医疗题材的外科风云,收到了无数好评。 锦东在剧中饰演的美籍华裔外科专家庄述,为追查三十年前母亲事故真相和寻找走势的妹妹,来到新城人和医院就职,并结识了当时辞职的女儿,现在已为胸外科主治医师的陆春喜。 该剧可以说是由一起三十年前发生了事故所引发的故事,作为故事的尽个医院,也如同整个社会的缩影,不仅提供了就此扶伤的医护人员生活工作的日常, 同时也演绎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情冷暖,喜怒哀乐,从某种角度来说,行业剧更像是当下社会的萎缩影像,所以很容易的播出后引起广发的热议,毕竟行业剧以其专业性所带来的神秘感,对外行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而内行的观众也很乐于看到与自身相关的电视剧,可以产生更深层的情感共鸣,让人牺牲向往的乡村生活,从向往的生活开始,大多数观众似乎开始演现明镜,朴实的乡村生活,在电视营评上,乡村剧同样是很多人的关注焦点, 不论是乡村爱情故事中由刘娜、赵赐、谢广坤和王老七组成的东北F4,还是福星银门里由韩赵、攀上将组成的乡村鬼马组合,都曾赢得观众们的极大青睐,作为乡村剧的鼻祖,乡村爱情故事系列也是目前国内电视剧领域内最常受的剧集之一,从台播到网播, 这不长寿的乡村爱情,也变着把玩的适应着更多观众的需求,在观众看来,乡村爱情里的象牙山,简直就是国产剧里的中土世界,中华土味世界,并将气息成为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东北版的纸牌屋,或是辽东版的狼牙榜, 从开播到现在,乡村爱情进行取重的乡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其实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角色在这里出生,熟悉的角色是埋土里,乡村工厂的发展走到瓶颈期,农家乐旅游也不再是想当然的那样红火, 像阳山的几家邻里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问题,也吵也闹,但比起都是题材剧中,都折忽天枪地式的各类做法,反而要收敛了许多,抬头不见低头见,没有彻底撕破的脸皮,就像没有顾不下去的日子。 在更早播出的《马乡阳下乡》集中,主旋律齐太野的乡村剧中实现了另辟蹊径,进而遵律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向,那就是把牙体村关于苦食生活相结合,包括农村的生活气息,大葱战架,环树传说,全村接亲戚,虚鸟,再淋入如一鸟在手,樱头小粒便能撬动地球,这些都属于典型的农村迹象。 更重要的是,剧中还写活了农村的政治生活,有网友评价以前只知道有公斗戏,而马乡阳下乡季,以后,才知道还可以有村斗戏,行业剧与乡村剧的互融,将为国产剧带来更为多元化的发展。 此前热播的电视剧《青链》,也一度成为以发广发关注的乡村皮菜作品。 剧中的云舍村由乌染村到生态村的转变,离不开以林申为主的青年创业者,公调换场坚持绿色发展的一系列动作。 正是这一破语力的变化,带来了真正的新农村迹象,而群聚着力展现的这种破语力。 不仅对新农村的建设,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乡村剧与乡业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向,受农村经济环境与自然环境不断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深渊影响。 人才回村,创业已成显性趋势,而这一刻关键时也为行业剧带来了更多的取材资源,进而将乡村剧与行业剧有效的融合在一起。 事实上,只要能够讲好符合时代趋势的一个故事,不论是乡村皮柴或者行业剧集,都会因此变得更加生机昂然。 或许有观众更偏爱穿梭在村土寸金的商业剧中的时善意味,但也有观众喜欢田间地头的质朴与洒脱,两不相验,互有融合,或许也能带来面目一新的关键体验。